哈囉大家好我是雨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這個 羅技的K780無線鍵盤 在去年的時候我買了一個K375S 就是這個 那大概用了一年八個月吧 它已經有一些問題出現了 譬如說它某個按鍵按下去的時候 它彈起來的速度很慢 一般應該按下去馬上就要彈起來 可是它會有那種慢慢回來的那種感覺 這會影響到我打字的速度 不然的話這個鍵盤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它打字不會很吵 然後它附的那個平板價也非常好用 我已經把它拿去放我的10萬訂閱獎牌了 真的超級好用 而且它也便宜 就原價好像是799 那這一次我本來是要再買一個K37為時 可是呢 就有網友跟我推薦的K780 所以我就想說 不然我們來試試看K780好了 而且它又剛好在特價 一個原價好像是2490的樣子吧 反正我記得我好像買在1600還是1700那邊 就還蠻划算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這個K780到底有沒有那麼好用吧 那我們就開始囉 哇哦這個就是K780我們先把它拿起來好了 哇它旁邊這個 這一整塊原來是鍵盤的本體 而且它還蠻重的 我本來以為旁邊這個是 旁邊這個是包彩 就是白色的這個部分 結果它居然是鍵盤的本體 所以它是上面黑下面白的一個跳色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直接撕起來嗎 還是側邊拿出來就好 這樣子就可以拿出來 哇其實還蠻漂亮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感覺有點重 感覺有點重 那這個地方好像是可以給你會平板 你可以把平板啊手機啊放在這個上面 因為這個鍵盤呢 它也是藍牙跟unifying可以同時去使用 你可以去做切換 那它也可以在不同的平台 比如說電腦啊手機啊平板啊 可以去做切換這樣子 那之前的K375S它是把上面這一個 它給了一個小小的座 讓你可以去放平板或手機 那這個是直接做在一起的 所以變成說我的平板就可以直接放在上面 對等一下我們再拿手機來試試看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現在買這個東西我都很注意就是 換電池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像這一台的話 它是有說它的電池可以用兩年 那通常這種數據呢 我都會自己再把它打個折 所以我們算五折 一年一年換一次電池 我覺得也還是OK的 不像之前常常用個一兩個月就要換電池 那一直換就覺得很煩 那這個應該也可以立起來吧 欸不行嗎 我等一下看一下 它底下這裡就是直接是止滑電 可是它不像這個 它不像這個 它有一個可以把它立起來的 對啊為什麼 那這樣的話 我要打字的話 我是要 我就只能這個角度 因為已經習慣了這個角度 你知道嗎 現在如果要換這個角度 感覺會有一點不適應的感覺 那這個地方呢 它上面是做圓形的按鍵 每個都是圓弧形的 可是之前的K375S就是做方形的 而且在功能鍵的部分好像也不太一樣 那寬度 這個寬度感覺有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呢 我發現了 它的這個區塊 Deleter這個區塊整個不見了 是為了濃縮它的空間嗎 這樣的話 那個時候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因為Deleter我還蠻常按的 那這樣的話 可能就會需要習慣一下了 對這個是 如果你用全尺寸鍵盤 你很care一定要這樣的配置的話呢 這組鍵盤可能就不適合 不過 目前就這樣打起來的手感 感覺是 不差 對然後也不會太吵 也許還是可以試用看看啦 只是這個部分的習慣 我可能需要去改一下 那它本身是可以用藍牙跟Unifying去連線 那Unifying就是 它可以跟相同 一樣有Unifying功能的滑鼠 用同一個接收器 所以你的電腦只要插一個接收器 它就可以同時給你的滑鼠 跟你的鍵盤去使用 那剛好我現在用的滑鼠是有的 所以呢 我就可以直接 只用一個發訊器 接收器就可以直接讓 這兩個設備去使用 不過其實我比較常用的還是藍牙啦 好吧 這個跟我想的確實是有點不太一樣 旁邊這裡有個按鈕 還不知道是什麼 等一下來研究一下 然後我剛有看到 這個裡面 它有一個 基本的也不算說明書吧 就是 告訴你這個東西要怎麼用的 在這裡 OK 那它是說 你要配對也很簡單 你就是 長按三秒 然後長按三秒之後呢 如果你是藍牙的話 就是跟電腦藍牙連線 那如果你要用它的接收器的話 那你就是 長按三秒之後呢 你再去按 這個 這個 它有一個 FN加O 或FN加P 這是針對Windows跟Mac 有不同的一個設定方式 然後就可以去連線到這個電腦 就是那個 Unifying的接收器上面 所以 基本上看起來是還蠻簡單的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實際的來試試看這樣子 那它的接收器是在哪裡呢 在鍵盤裡面嗎 我怎麼沒有看到咧 可能打開就會看到了吧 我們現在把後面的打開來看一下 這是怎麼開 可是它裡面沒有特別寫說要怎麼開 它只有說 這一根是往前拉 還是它就是這樣拉起來而已 不對啊 那我電池要怎麼換 我還是 勢必得要 有辦法打開來才能換電池啊 會不會我拿來的第一天就把它給弄壞了 沒道理啊 有了有了好像有FU了 還好沒斷 這個 Unifying的接收器 在這個位置 小小一個 最先放著吧 反正 現在還用不到 好 裝回去 突然覺得這一款的其實好開多了 它的已經設計告訴你說 就往前推就好了 有沒有超好開 簡單方便 就來試試看吧 我們實際把它跟我們的電腦連線 然後 試用看看好了 它已經開始在閃燈了有沒有 就是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的三號燈在閃 那在閃的話就是你可以去配對了 好啦 我們先把它連線看看吧 旁邊這一顆應該是電源鍵啦 我剛剛把它往下切它就都洗掉了 然後這邊好像還有一個電源指示燈 就是往上開的時候它會亮 對然後 大概就這樣吧 這個鍵盤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其他的地方了 我還是比較希望它可以 它可以立起來高一點點 雖然它本身的設計就已經是有一點點斜的了 對啊 好我們拿去電腦上面吧 這個材質摸起來 還蠻舒服的 我現在在電腦的藍牙頁面 然後我來選擇新增藍牙或其他裝置 這邊我去選擇我要新增的是鍵盤 那它在搜尋的時候呢 我按下我鍵盤上面的F1長按 那長按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發光狂閃 然後我就可以找到這個780 那我就把它點一下 讓它去連線 那連線的時候 你要在鍵盤上面輸入007152 好我就把它輸入進去 007152 然後按一下Enter 好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做連線 於是我們的這個鍵盤 就跟我們的電腦連線上了 至於舊的這個藍牙鍵盤嘛 我就點一下左鍵 然後這邊選擇移除裝置 然後把它給移除掉 然後是 這樣呢就會只留下我的新鍵盤了 那我來測試一下打字的感覺好了 今天的天氣很好 冷得要命 真的好冷啊 好像還行 我覺得打起來的手感是還好的 只是可能還是要稍微習慣一下 那這個鍵盤它還有F2跟F3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去幫F2跟F3做配對 那你之後如果要切換設備的時候 你就只要直接按一下你要的那個設備 譬如說你把手機設定在F2 然後把Unafine設在F3 那你就只要按一下 就會切過去那個地方了 那我們也讓它跟手機連線一下試試看好了 可是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手機的厚度 是沒有辦法放上這個支架平台的 對所以無論橫的直的都放不進去 可是之前K375S的那個 它是可以放得下的 你想想看它連那個10萬訂閱獎牌那麼厚 都可以塞得下去 甚至我的那台筆電合起來之後 也可以潰在上面 就我之前有K375S的開箱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所以這個東西呢 這樣是沒有辦法放的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直的反而塞進去了 可是這個角度這裡比較厚是不行的 但是橫的這樣放是可以 可是這個角度是看不到東西的 我們看這個角度這沒辦法看 所以它一定得要是斜的才行 也就是說你太厚的平板或手機 就沒辦法放在這個上面了 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個鍵盤可以回到 之前的那種設計可能會更好一點點 那不管我們就讓它連線試試看吧 那首先我要先去開啟藍牙 然後我把整個過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我先讓它進到我們的藍牙畫面 在搜尋中 然後呢 我就長按下我這邊的2 長按3秒 那長按3秒之後呢 它就會閃爍 像這個燈現在在閃爍 那閃爍的時候呢 它應該就可以被我們的這個找到 所以我讓它再重新搜尋一次 它有找到了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K780 在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把它點下去 讓它去做連線 那這邊它告訴你要輸入配對碼 312680 我就把它按下去 312680 照著輸入 按完之後要按Enter 這樣子就配對上去了 配對成功 好 接著呢 我來試試看能不能夠輸入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上面這個地方 已經出現了一個A 這個就是有外來的一個鍵盤 連線的一個符號 好 那我去開個Line來試試看吧 好 那我現在在Line裡面測試一下打字 譬如說我打個哈囉 你今天好嗎 所以哈囉 好 然後要輸入字應該是按Enter吧 對 那我如果要豆號的話 Ctrl加豆號可以嗎 好像不行耶 Shift加豆號呢 可以 好 所以按入Shift加豆號 好 然後 你 那假設我要第二個你 我如果按右邊的數字鍵2 應該是可以吧 上面的確定是不行啦 但是右邊的數字鍵應該是 咦可以 好 然後 今天 好嗎 好 Enter 是可以的 那如果要送出呢 我再按一次Enter會送出嗎 再按一次Enter是跳行耶 那我按Ctrl加Enter呢 也不行 Shift加Enter呢 也是跳行 Alt加Enter呢 也不行 那 有沒有什麼可以更快送出的方式 讓我不用去觸控啊 空白 不對啊 空白加Enter 沒有啊 這些都不行 好 所以呢 目前不知道有什麼方式可以送出 欸 如果是右邊的Enter呢 也是不行 所以該怎麼送出呢 好 最後只有用手按下去送出 那另外一個地方我覺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羅技他們有一套軟體 這個東西你可以去把它下載下來安裝 那打開來的話 你可以從裡面去設定你的羅技鍵盤或羅技滑鼠 那我現在先選鍵盤點進來 這裡面它有一些功能鍵可以自己去調整 比如說這個它的預設是上一頁 你點進去之後呢 它是可以去做調整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下一頁 或者是有更多 裡面這些 你可以自己去選 把它改成你想要用的一個按鈕 那另外一方面呢 這裡有一個使用F1到F12 作為標準功能鍵 這個一開始是關著的 那我剛剛有講 如果我們要切換設備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按一下F1 F2 F3 但是 那原本的F1 F2 F3的功能 你如果要用你就要按住這顆FN 然後再去按它 這樣會比較麻煩 所以如果說你其實比較少用到切換 以及上面這些功能表的話呢 你是可以把這個打勾的 那你去單獨按一下它的時候 它就會是F1 F2 F3 F4 F5 而不會是上面該有的功能鍵 那你如果要使用功能鍵的話 你就要加上FN這個按鍵 也就是說當我打開了之後 如果我想要從第一個切換到第二個設備 我就要按住FN再來按2這個部分 它才會切過去 所以我個人的預設其實是會用這樣子 因為上面這個功能 我如果有需要用的時候 我再搭配FN去按 這樣會比較符合一般人使用的邏輯 那像我們剛剛有分別針對電腦和手機做的配對 所以在這個1Z Switch這個地方 點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目前配對的東西 第一個配對的是電腦 然後是哪一台電腦 這個是使用藍牙 那第二個配對的是手機有沒有 這裡有顯示Renfone 8 Flip 那第三個我還沒跟我的Unify去配對 所以呢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的 以上就是我們K780的開箱啦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如果我知道的話 或許就可以幫你解答你的問題 分享無損於己 有助他人 我是雨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